吃粉對身體不好相信大家都了解 但是這個粉已經吃了二、三十年了 想要改掉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第三集團北京心臟來科技師第一次後 這十多年來是大力來提供 改粉的衛生夠有感受 而且效果是最大的隔壇 有很多人都會主動將粉隔出來 表示他們要改粉的強力歸心 病人每次來看診都可以跟他講說 這包是你的對不對 各種平白的粉隔出來看起來是相當重觀 你千萬不能想說這位醫生吃粉很大 其實這都是病人主動將粉隔出來 全世界粉的強力歸心 他以後來看他就有成就感 內包是我的 內包是我的 他就可以這樣一個決心 那通常因為病人如果主動 願意主動把煙從他口袋拿起來放上去 大概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大家都拿得掉 我這邊大概病人只有四個沒有 就拿起來以後還有再抽其他大家都戒掉 你穿多久了 大概五六年有了吧 清楚知道吃粉對身體有很大的影響 病人來看見以後 通常聽完醫生的威脅 跟最高興的以後 大部分的病人都會主動加入該粉的行列 其中就包括已經九十多歲老大人 有一點點恐嚇但是也不算真的恐嚇 因為其實九十幾歲他年紀很大 他也覺得說我已經活很夠了 這要幹嘛 那實際上所以這個是沒有效的 那怎麼樣才有效 鼓勵他 就是接到以後你可以做一些什麼 其他活動可以幫忙 而且你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尤其老匯啊 那個對錢都很 大部分對錢都是很注意的 尤其現在又漲價 聽說有的漲二十塊有的漲三十塊 就會很緊張 醫生也表示 吃粉經過陰氣新重杯 氣泡發炎 以及中方天氣泡 在現在全國十多四萬元 新重杯百日第二名 氣泡百日第三名 中方百日四名 這幾種氣泡 基本上都跟吃粉有很大的關係 裝呼吸器的很多 就抽菸抽 然後就裝呼吸器 因為他現在炒小機 以後就炒大機 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病人都會嚇到 那更不用說我們心臟科 大概抽菸 大概心臟病 做心臟管 心肌梗塞 或心臟痛的病人 做心臟管的病人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抽菸的病人 大概佔了 至少佔十分之一以上 十多年以來 醫生電子好的療療室 是對外國中品牌的粉或肉 他也就出這支提供 健康的衛生交友觀念 就希望大家可以 兩十幾個粉 挑戰神重杯和喜寶町 即便發聲 記者王主如常博都